現在我想先來答第一個疑問 即是說如果最後勝利不是比和平更好 那用不著說和平呢? 我們要知道在初初開帳的時候 政府的宣傳、輿論的宣傳 都是說日本的財政經濟 最多過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就會崩潰的了 又說國際的制裁 尤其是蘇聯來參戰 最多最多三個月一定會實現的了 因為這樣所以大家就信得過 最後勝利在我地區 不過我們現在知道已經過三個月了 這說話有一點效果有沒有呢? 大家知道這種的說話是假的了 那當初為什麼這樣說呢? 在當初的時候 畫的又不得已的 因為初初開帳的時候 想說要鼓舞一下人心 要振作一下君心 只好這樣說 由於古人所謂望霉煮渴 看人家心思說 前頭有霉了 大家口水流出來 一個這樣的心事 這樣也不怪他 但是已經過了兩年了 這些說話就不要再拿來欺騙人了 但是為什麼現在還要這樣說呢? 我們要明白了 這些宣傳已經被共產黨用來利用了 舊史還叫做望霉黎子渴 現在老實說 就是吃飛雙黎子渴一樣的了 我只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說蘇聯參戰 共產黨在初開帳的時候 很多資交班的 一定的 蘇聯一定參戰的 但是呢 三個月之後 上海失了 南川失了 共產黨在武漢呢 立即變掛口了 說 凡親有主張說蘇聯參戰的呢 那個就是托派漢奸 你說奇怪呢 各位 不只說俄平的共產黨 叫他做漢奸 說叫蘇俄參戰的 就叫做漢奸 為什麼呢 因為共產黨所謂漢奸呢 是替蘇聯想的 並不是替中國想的 所謂最後勝利就是這樣 中國失勝了一塊地方都好 死勝了一個人都好 都要為蘇聯來犧牲 這樣呢 蘇聯就一兵都不用出 一顆子彈都不用放 最後勝利當然歸了他 連到說什麼反對中途拓協 抗戰到底啊 都是一樣這樣的意思 共產黨呢 我們就不用說了 之可其快呢 就是張壓迪要跟著共產黨走 還要拉著中國同胞 都跟著共產黨走 我那回說過 說這條路是亡國的路 是滅走的路 就是這麼大的 所以我們對於第一個疑問呢 可以解答不清楚 沒有什麼要做綜合性 比我更好 這句話呢 我們大家呢 要說老實話 才可以解答不清楚 這第二個疑問呢 是說日本是不是有性質啊 我們會不會想當的啊 這句話呢 都算得到憂心圓女 不過我以為都很容易解答的了 要解答呢 只要把中山傳書 裏頭我必拜亞洲主義的演講 看一回 我們就明白了 今天的演講呢 就是孫先生 在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神戶寺 對著商業會議所 五個團體發表的說話 這個是孫先生 一生最後的演講 因為從那時候之後 到了天津 到了不平 他就一病不起了 這個不只是他一生最後的演講 而且是他一生最大的抱負 為什麼呢 他裏頭說明白 中國人和日本人 只應該做朋友 千萬不要做仇敵 如果這兩個國家走去做起仇敵呢 一定是兩敗虛傷 做朋友 孩子可以共同生存 共同發達 可惜他這番說 兩國都忽略了 兩國都忘記了 到今天 兩國來做起仇敵 看著就要兩敗虛傷了 所以現在只有 快點回過頭來 做朋友 孩子走得上那個 共同生存 共同發達 那條路 為甚麼是這回 日本提出和平條件呢 為甚麼是他提出 沒有各樣領土的要求 沒有賠償軍費的要求呢 為甚麼是他提出 無論有好 共同防共經濟合作這三條呢 即是賣亞洲的主義 想同時 大家做朋友 不要做仇敵 這個是不能說他沒有誠意的 他既然有誠意 我們中國也都應該有誠意 怎麽叫做有誠意呢 就是認定了大亞洲主義 來做共同的目的 來共同的努力 來共同擔負責任 這種大亞洲主義 這種大亞洲主義 不是排斥其他州的人 不是排斥其他國家 這個只是 港民法 我們兩個國家 在亞洲 應該做朋友 做朋友 比做仇敵好 做仇敵 就算一方勝利 一方失敗 這個勝利 不是真的 做朋友 兩方都不益 就是真的勝利 明白了大亞洲主義 就知道到 正義是真的 我們儘管放心去做 我以為 不會想什麽當的 我們想一想 兩年以來 已經幾百萬的將士 幾千萬的人民 為想救國家於滅亡 把自己的血流出來了 這些血我們可以使它白流的嗎 我們應該快些結束這個戰爭 把全部精神 用在恢復和平的工作 中國如果得到和平 可以建設起中國 中日兩國如果得到和平 可以建設起東亞 這樣 我們的將士和人民的血 才算不是白流 人家也是這樣 所以我以為 流了這回血之後 至少要使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 能夠實現起來 還是對得起那些已經死亡的父親 還是對得起那些未來的主帝 各位同伯 快點起來吧 把共產黨的亡國滅中的陰謀 引起出去 我們大家走上共同來 國滅中的日子 國滅中的旅大洋 十一月二十三日 王政鋭師の安藻は深い悲しみのうちにも 火と厭化に行われました 親中国建設半場にしてゆきし 王私跡への挨石の思いは 深く神戒を垂れる人々の胸に満ち、国土に溢れました。 数万の三列車に送られた王子席の送列は海礼堂を出発。 新壁君夫人、礼城羅遺族、国民政府要人に守られて、放射に安置された主席の遺骸は粛々と売火山へと向こう。 日本人、中国人、あまた沿道を埋めて、東亜共栄の理想も高く戦った王子へ別れを告げる。 悲しみも人潮深きし、信仰博主席帰り。 南京・空前の大走列は、北騎と東騎を先頭に国父存分の眠る中山寮の傍ら、 紅葉茂茂・梅花山に到着。 国父要人をはじめ、他に対し、多田玄水、近藤提督、その他各国指針参列の下、 反送式典は厳粛に行われました。 国父が来たのはそんなの高価の平和平の民族に、 渡山と江が来た時、北騎の傍らに行われました。 日本人、駅の中間は、本を渡山に滅さるんですが、 北騎の中間を開いて、 日本人自らが始まり来た事に合い、 北騎の中間に入山に寄移し、 北騎の中間に通常の中間が連乗された時、 北騎の中間を立った場地は、 北騎の中間の中でも多田駅も難しいの中でも解放され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